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薇 我是阿龙 这是半斤 哇 自己就上来 我们现在在给房车打扫一下卫生 因为第一次我们就用了一些消毒的 给它好好擦一下 消毒液 对 然后我们今天从屋里带了卷尺来 因为我们要量一下这个床 包含我们之后改装要改成什么大的床 然后还有这个桌子 我们也要把它加长一点 你看我们把它拼成床的话 这个沙发茶几拼成床的话 这里就会短了一点 所以我们会把这个桌子换成那种加宽 这桌子放中间还是可以 如果朝一边靠起的话 我们桌子还可以加宽 3公分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把它加宽 这个沙发床它的宽是88 反正接近90 长的 反正就差不多1米3 如果把这个做到最长的话 延伸的话就1米75 这样子 速着睡就可以睡一个成年人 但是这里只能睡一个单人了 因为它里面这个是没办法延伸的 就可以撤着睡 对啊还是挺方便的 就是如果偶尔就出行的话 不长期出行 它那里直接可以放个行李箱 临时放一个行李箱 在脚那里 铺上被子就可以睡 等于说这个车可以睡4个成年人 因为后面也有一个 这里可以睡一个 但大多数这里可以睡小孩 它是1米3长 睡一个小孩子 它宽是接近90 来 就88 89这样 主要是它这个过道还留了那么宽的位置 它没坐骑 坐骑就是90 91都有了 坐骑跟厕所一样 你起来 别躺着很舒服 我们看后面这个床 后面这个单人床 它的宽是75 最宽是76 可能卷尺有偏差了 应该也就一二公分 已经不得了了 我们这种人是不是太恶心了 不用听任何人说 直接拿着卷尺一笔就知道了 看他这个床的长度 1米9 1米91 刚才1米9 挺长的 1米9乘以75 这样做衣柜的话 就全往最大的衣柜了 艾姐你看什么 这里不给你睡 他抖一下 他想跳 艾姐来了 但是给你睡一下 来 他不适合睡这里 因为他下去 下去会累 他下去 不是他下去 他一蹦那个前腿 就受力太重了 他40斤 他不适合睡那里 哈喽 我是准备把这个 就是加高 加高的跟这个营养品 外面做延伸版的话 这个床最圆 是可以做到 这上面这个床是1米28 然后这里再加多少公分 20 我很好奇的 最宽可以做到1米4 做到1米4的床就可以了 因为1米4的话 这延伸版的话 它不累 如果做的太宽的话 有人说怕滑下来 或者掉下来 其实这种床加个20公分 是不会存在那个什么的 你好奇什么 很好奇 就是它为什么不做成这种空格子 像下面这样子空格子 就是上面也搞一个空格子 里面可以放东西 然后这里还可以使 我们自己去加个空格子 加成一样高一样宽 这上面放东西 放横着延伸板这样推出来 它就有受力 它这个空位置是用来干嘛的 因为它空位置 它表面也不能放东西 你放东西 你一开车就走 这个上面可以放花 放小东西 放纸巾 因为你在床头睡觉的时候 就像床头柜一样的道理 你做到这里也能放 什么 你做到这个高度也能放 我的意思是说 你现在这里放东西的话 一开始它就掉了 你还不如做到这么高 里面是空的 塞东西 我这里不放东西 我要把它做上面 做一个格子 跟这个一样平 然后延伸版推出来 刚刚不是跟你说了 你还没明白 我要说什么吗 我说它车厂 车厂 就它厂家 为什么留这么一个位置 车就是要有层次感才好看 层次感 对 你如果什么都一样平的话 它就没那么好看 所以说这上面是我们自己去加 包含这个 我们是准备把这个桌板取下来 放到这里 这样就多了这么大面积的一个操作台 这个桌板的它那个长度 只是削一点点就可以了 主要是桌板的好处 它跟这个是一样的颜色 还有这个也是一样的颜色 看起来就不那么怪 到时我会这两边做一个横梁一样的 然后就把它推进去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横着推进去 这样横着推进去 对 就像无面包车那个床一样 横着推进去 然后再横着拿出来就好了 这样就一个很大的一个操作板 因为这样也不影响它的美观 然后平时把它取下来 这两边也不影响 只是它多了一个 一个那个 就像这样子的杆 就卡得很稳 就丝毫不差的这样卡进去 对 那个板是放哪里 每个板 就这个桌板 就这个桌板 对 就这个桌板 到时候可以放在这个位置 就可以了 要用的时候 我们平时在屋里 主要是我们很喜欢是在屋里做饭 屋里做饭 洗手盆一打开 就这边放东西的位置就少了 所以说我们可能到时候切菜 或者会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到时候弄那个桌子的时候 就加宽这样两三公分 然后再加长一点 这样拼床就好了 然后把这个下下来 弄到我们那个青桌子上面 也像上次一样 这个也下下来 对吧 还有一个我要改的地方 就是这里 就是做一个横杆 横杆就挂很多衣服 但是这样做横杆的话 它这里面包的是电线 所以做那个量衣杆之前 把这里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没有电线的 转一个孔也不影响 以后房车的就二次买卖 然后里面做一个横杆 然后再放一个树的 放在那个横杆上 以后要卖车了 就把树的长的拉走就可以了 其实我们这样子的改装 花不了多少钱 但是在我们的使用生活当中 长期路上的话是很棒的 他们说电脑的电影 能够投影到这里来看 是吗 对 我们试一下 鸟空气在上面 我觉得这房车的灯光很舒服 拍到我们人脸 你看你本来很黑的 现在照的好粉嫩粉嫩 看看 你的脸色肤色就跟那个腊肉一样 结果照出来是鲜肉 我是说你的肤色比人还是个鲜肉 我们现在打开电视了 在连接网络 没网络看看行不行 没网络的话怎么看 这是网络电视 我连我的热点就好了 还可以 你看还可以这样移 那可以一边做菜 一边工作都可以 连接网了看免费照片 我们可以免费看电影了 这是广告吧 为什么还没有电影出来 广告电影院 游想走罗 请求大家外站 这接口的话 我们能接到电脑 就能看我们电脑的了 这个比电脑瓶大一些 这个可以 主要是它能这样转 网友也提提我们 留着 后面有个插口 谢谢 谢谢网友了 不然我们真把它给拆了 试一下把半斤酸在门口会怎样 这下乖了 它是有弹性的 我们先去量 这个看到是2米6 什么2米6 你骗鬼吧 身行车都没有2米6 2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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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米5 5米5 好像这些 我看一下这个门 这样看了 我们就算它2米1 反正不能过那种2米2的宽度就好了 2米0.6是吧 对 2米0.6 0.5 0.6是这样 但是因为车身有那么长 我觉得2米2的宽度 我们就最好不要过了 因为我技术也不可能一边留2公分 就把车给过去了 2米2的话 一边留个5公分 7 8公分 还是能过去的 前面就没事了 前面比后面窄 长的话不用管它了 能上蓝牌的都不超过6米的 710 710的话可以超一点卷一点 就不超过80 80乘80 80乘1米可以的 这么大 就不超过80乘1米 不超过 对 刚才还有一个地方没有说我还要改哪里 就这个位置 因为我平时工作的可以坐在这里 坐在这里 这个上面就可以放一些办公的东西 然后这里我会在网上买一个办公的桌面 那个书架 类似于那种 然后就把它从这里坐到这里做一个平面 然后上面再放上那个书架 然后这个窗就几乎用的很少 就用这边我就坐在这个位置就可以办公了 那个桌子就我们吃饭 这边厨房 加上操作台 这就是我们上了牌之后的计划 除了这车没有上牌之前 我们没法做这些 但是我们做的这些 也不影响它的公告 因为我们的改动都是很小的 没什么改动 加亮衣杆 那些还有延伸板 延伸板就是那种直接像抽屉一样推出来 弄进去 看不出来的 我们要在这个碗 这里面放碗 那些叉子 但是这里要放那个防水的 要贴一层防水的 那水会漏下去吗 怕漏吧 这里也要贴 我们还要买主价跟副价的雨煤 要在网上买 就是说 开车啊 就透气嘛 下雨了也能透气 还要贴那个膜 哦对对对 又要花几百块钱去贴膜 600 上次还的是600 他还说给我们优惠了 遛狗 走人 我来锁一下这个门 两种方法 这样锁一下 这样再锁一下 可以 要检查一下这个 没问题 走人 阿龙 我们把这后面打一个半斤的 打个半斤的图片 打一个晚上就很亮的那种 特别亮的反光的 就有车灯光照在上面就反光 这样安全 然后我们侧边也贴一下反光的 对贴那个银色的好不好看都无所谓了 主要是安全 从那里直接贴到这里 2米 然后这边 这个位置 这下面贴那种一条一条的 就可以了 你按着这里就好了 把它贴到这里贴 那边有个门 这里三米 一个两米 一个三米 你那啥表情 走走 走吧 他应该是觉得下雨了 他不喜欢下雨 这边这些地方就贴 那个什么就好了 阿龙 贴这个地方就好了 贴这个地方 跟这里 能看这个位置宽吗 这里贴一个 这里贴一个 前面不用贴 前面唯一要贴的感觉就是贴 从这个位置贴 贴到这里就好了 走吧 半斤走 安全第一 好看第二 安全第一 舒适度第二 好看第三 是吧 你在笑什么 你不赞同 安全肯定是最重要的 舒服也很重要 你新买的这个绳子还不错 各位他一走快了要弹回来了 对啊 半斤跑 他这个比我们之前那个好 半斤跑 走 跑跑跑跑 他一跑快了就弹回来了 半斤现在穿在背上这个好 以后开车都不怕他勒脖子了 他经常走路 都已经在那里咳嗽了 他还要使劲冲 半斤真讨厌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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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